你好 我是秋实 现在是1月27号的早晨9点多 昨天也就是大年初二的这一天我干了以上这些事 白天有一个武汉当地的网友带我去武汉当地的一个大型商超购物 看了一下当地的什么肉芹蛋奶油盐酱醋这些生活必需品供应还是很充足的 物价也很公道没有形成这个风抢的情况 但是很多药店都没有开 买口罩买消毒液都是很成问题 然后到了晚上我就去了那个著名的华南海鲜市场 这个地方已经被完全封锁起来 拉了警戒线有那个保安在巡逻 我就跟那个保安聊了一下 保安说呢这个地方的临街的铺面平时是卖海鲜 但是里边那些档口那就可热闹了什么狐狸猴子穿山甲啥都有 而且当地的土豪确实有这个吃野味滋补的这个习惯 而且保安说你现在赶上这地方来 这地方武汉人都不敢来呀 你看车都绕着走嘛 然后我还跟那个保安聊了一点关于这个华南海鲜市场老板的八卦 他说这个老板啊门子可硬了 你看这离火站多近市中心的地方 搞这么一个农傲市场 多少年想拆签都拆不了 聊了些八卦 然后到了晚上十一点多 快十二点 我又去了武汉的第十一医院 为啥又去同一家医院呢 因为交通瘫痪我打不到车 我的行动方式是靠膜拜单车 所以我只能覆盖这几公里的范围之内 非常抱歉 到了这个医院发现 大年初二也是昨天比前天大年初一的问诊量啊 病人的数量明显下降了很多 没有大排长龙了 然后呢有很多的空座位之前准备的上百红色小塑料凳也都 躲在旁边了 医生护士也更有时间 我就跟他多聊了一会 我就问那个护士啊 我说哪天是人最多的 医生说那就是 大月二十八二十九这几天啊 都跟疯了一样啊 上万人堆在这 那个护士说我那天让人给打了 我说为啥打你 那个病人都很急躁啊 他花几个小时排队去挂个号 几个小时排队去问个诊 几个小时排队去拿药再花几个小时排队去打针 你说得多烦躁 有的人就非要 住院 我说大姐 你这个情况你回家吃药就可以 现在不用着急住院 而且你想住院我没有床位 我没有床位 我让你住哪 那大姐就打我 那你都努力气打我 你住什么院呢 现在回忆起 腊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这几天 那医生就跟做了场噩梦一样 这个恐慌情绪确实是很严重的 因为很多武汉当地市民反映 腊月二十九封城 但是在前一两天 当地戴口罩的人不超过百分之十 绝大多人根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就封城了 于是形成这样一个恐慌的效应 大家去抢口罩 大家去涌进医院 这个恐慌情绪吧就很像 我们是大西安岭人嘛 我们大西安岭最怕的就是森林火灾 那个森林火灾一起来 火一燃烧会产生 热空气往上走 周围的冷空气过来补充 就形成一个气旋 于是火越大风越大 风越大火越大 这个恐慌情绪跟这个疫情之间也是有关系 恐慌情绪造成那么多人挤在一个走廊里面去问诊 这也是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但是为啥可以造成这样一个恐慌情绪呢 明明是十二月底一月初就发现了病情 然后到十二月三十三 一月二十三号的时候 突然就疯疼了 你弄得人心惶惶的 他们买口罩买不着 我就问这个医生 我说你们现在物资缺不缺 都说物资缺 说医生是缺啊 我说你看你现在穿的防护服跟昨天都不是一个牌子 医生说对呀 这防护服一天不如一天哪 一天比一天薄啊就今天这个手一撕就破根本不好使你知道吗 我说是这样啊 很多外地的朋友还有国外的朋友都想把物资能够捐赠过来但是不知道走一个什么渠道 你看您这有没有咱们医院相关联系人的联系方式 我留一个 他说我有但是那个手机在更衣室 我说没关系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你 我就把我的电话留给那个医生了 希望今天他跟我联系 我赶紧也让我外地的朋友把这个物资给运进来 说到这个捐赠物资的事啊我就得吐个槽了 我刚来武汉刚做视频的时候呢 也确实也引起了一些小的反响 尤其是本来就喜欢看我视频的一些武汉当地的网友啊 很热情主动来见我 一见我把口罩一扯啊 秋实你好 你好 然后说我们武汉 是这个 码头文化 最讲义起你这个人这么讲义起我们喜欢你 然后就马上拉了几个三个大的微信群 一个群五百人上千人 然后当地人在里面 我说这有个群好啊 我可以向他们当地请教一些武汉的知识方便采访 可是群刚一建起来 这里面就开始吵啊 就在这骂呀 有人说 我觉得没必要封城啊 我觉得没那么严重啊 这不瞎扯吗 有人说不是 国外都报道了 都死了9万人了 你别听人瞎说 死9万人 那整个小区所有小区都得死人 哪能瞒得住 还有人说告诉你为啥 就是要拆迁那个 华南海鲜市场 华南海鲜市场的老板门得特别硬 没人拆得了 于是他们就把P4实验室那个做实验动物弄到海鲜市场 就想说制造小灾难 然后就把它给关了 结果没控制住 你都听谁说的 别这么瞎说 你个傻逼 你个傻逼 你个臭傻逼 就在那骂呀 我说 拜托拜托咱不吵 行不行 我就问你一件事 各位的家里缺不缺口罩 然后说缺缺缺 然后你也说缺缺 就开始说这都缺口罩 因为23号突然宣告封城 很多人是没有征兆的 然后赶紧去抢口罩 别抢着 接着就就放假了 现在很多药店都不开门 买不着口罩 所以有的人说我不是不想出门 我家里没口罩 我不敢出门 就剩仨口罩 你知道封城封多久啊 所以不出门 缺口罩 我说你看这样 咱群里上百人 有很多物资想进来 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呢 想捐赠这物资又不想通过红十字会 因为红十字会这两年干那些丧心病房的事 名誉已经崩塌了嘛 所以想直接捐给咱们武汉市民 你看这上百人 你们能不能 选一个代表出来做一个沟通联络人 然后给一个地址 负责收货 我呢是住小旅馆 我怎么把小旅馆地址让卡车开小旅馆来吧 两天过去了 到现在这个群里也没有选出来一个负责接收货物的联络人 我说为啥呀 你们为什么不愿意派个人出来接收 这批物资呢 接收这个捐赠呢 然后他还有人怼我说我们为什么要派人接收物资呢 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怕飞机来空投呢 你武汉又不是 地震在去空什么投啊 然后底下居然开始认真讨论空投这件事了啊 我觉得空投呢 应该投在武汉郊区不能投市区把房子给砸坏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投在这个体育场空旷地方 不然那个空投挂房子不好拿 你吃鸡玩多了是不是 几百人在那嚷嚷我家里缺口罩我需要口罩 但你让他派个人出来 接收物资组织协调 选不住一个人来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 完全原子化 一盘散沙 中国政府是特别反感民间形成组织 形成组织力行动力的 所以对NGO组织进行的管理 甚至说打击非常严格 当然NGO组织也干了很多屈一眼不要脸的事 所以现在面对灾难 民间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组织力行动力动员力 我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汶川地震的震级 明显低于311地震 但是死伤那么严重 在灾难发生以后 民间无法及时形成一个有效的强力的救援组织 所以现在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说到这个 捐赠物资的事再说一个事 我有个朋友叫王亚军 笔名王歪嘴 是一个文笔辛辣到有些讨人厌的那么一个 时评作家 前两天他行动也很快 大年30就马上联系了一些厂家 他认识一些老板 筹措了4000箱 护共性啊 什么防护衣啊 消毒水这些正好是消耗品非常需要的 然后这个装车就往武汉这运 刚把这些事落实下来 就接到湖北有关部门的电话 说你 可不可以不要再写文章 抨击武汉这件事了 你是不是想在看守所里过年 然后 王亚军说真的心特别寒 不想管这事 我知道他的物资今天会到黄冈市的一个医院 因为他 接到的信息是武汉市的资源呢 相对短缺 但是已经好很多了 武汉周边的地级市县级市的物资 其实更短缺 所以他们优先去 帮助这些地方 我很想去拍摄他们物资到达分发这个过程 但是我又出不了城 现在 我也不能骑自行车去黄冈吧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真的是 很无奈 我现在就盼着两件事 一个是今天那个 医院的相关负责人能够联系我 再是我收到消息是 日本 领事馆好像要撤侨 如果他们真的要撤侨的话 我想去拍摄一下日本人撤侨这件事 那就是为什么 他们都已经要撤侨了 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刚才早上六点多吧 我又看了一下 那个当地的微信群 然后里面又骂起来了 有个人发个消息说 科比挂了 接着有人回他 科比挂了跟我屁事 你他妈有没有点人性 你个傻逼 你个傻 我说是从他来自私人都还没听过 他来自私人都能撤侃 他来自私人都能撤侃